灰犀牛和黑天鹅是两个用于描述危机的流行术语 灰犀牛指的是那些虽然明显但常被忽视的大型风险 它们缓慢而坚定地朝我们逼近 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潜在的巨大威胁 相比之下 黑天鹅则指的是极不可能发生 但一旦发生就会带来巨大影响的难以预测的事件 这两个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和区分日常生活中的不同类型风险 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风险 灰犀牛事件通常因为被普遍认为太过明显而被忽视 比如气候变化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等 而黑天鹅事件则通常出人意料 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两者都对社会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